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0.com为大家提供的NOTGS系列教程 我是竹家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Session的使用 上一讲的话我们讲了这个Session的一些基本用法 以及它里边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参数 那下面的话我们首先看一下它这里边的一些常用的一些方法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负载均衡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那这里边设置我们这个Session的话 就通过iq.session一个K值是不是设置 获取的话直接就iq.session来获取 当然我们也可以重新设置这个过期时间 比如说我们通过iq.session.cookie.maxage来重新设置这个过期时间 我们也可以调用大的一些方法进行销位这个Session 那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也试一下 那首先的话我们还是拿一个上一讲给大家讲过的这个讲过的demo 来复制过来 我们首先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以后 那你看一下正常情况你写的时候这里边 你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行 就是app.use这个中心也直接复制过来就行 当然你这个过期时间你可以设置一下 比如说是这个1000乘以上的呃乘上个30呃乘以30再乘以多少呢 再乘以上60呃表示这多少是不我们这个 表示是不是30分钟后过期 然后下面的话你就按照这种方式配置就行啊 配置就行 那行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 那首先的话比如说啊 那像我们这样一运行的话 他这个是不是在30分钟以后才会过期啊 那有时候的话用户需要切换账户 或是要啊 或是我就要我就要退出动路对吧 但是退出动路的话 有些东西说直接关闭就行 但是有时候就比如说要切换账户 切换账户的话 那时候他要关闭浏览器 然后再重新切换 那这样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 我们还要主动销毁这个三升啊 那你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这样运行运行以后 这里边是30分钟对吧 30分钟 那我们比如说我首先设置一下 首先设置一下我们这个 三升 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比如说我首先执行啊 login走 登录成功登录成功以后返回 返回那这样的话 他30分钟以后才会过去 对吧 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张三要换一下 那你这时候是不是退出登录 再重新登录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有个退出登录的功能 那退出登录就表示 叫销毁 session 那你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怎么销毁 叫log out logout 对吧 登录 login out 对吧 login out 表示要退出登录 那行 那退出登录的话 有这么几种方法 一种就是啥意思呢 一种你就是可以把这个 他的cookie的过期时间 是不是成零啊 那这样他是不是立马销毁了 那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用第一种方法 就是退出登录 那我这里边写个退出登录成功 退出登录成功 那我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iq.session iq.session.coo.coo.maxage等于零 这就表示改变什么呢 改变cookie的过期时间 那这样你看一下啊 运行一下 那这样他也可以销毁我们这个session 仔细看啊 我们这时候我刷新一下啊 没有了 我这时候点击login 走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你看刷刷刷 它是一直ok的 那这是我们执行一下login login一个out 然后走一下 是吧 退出登录成功 退出登录成功以后 你再返回再刷一下 是吧 未登录啊 未登录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里边的这个方法啊 就是通过iq.session.coo.maxage 重新设置 cookie的过期时间 那这里边我们也可以 其实可以调用这个销毁啊 还有另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调用 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方法 叫销毁我们这个session 你看一下啊 就通过iq.session.io. e-s-t-d-e-s-t-o-r-y 然后这样去销毁也行 然后这里边有个回调函数 这里边有个er 当然你不写这个回调函数也行 然后你可以er.log 如果销毁失败 是不是给你打印一个失败的信息 这叫销毁 行 行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啊 运行一下 稍等一下 先运行一下 看这样能不能销毁啊 看这样能不能销毁 然后来走一下 news没登录 然后login登录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以后 我们返回走 出来我们这个用户的信息 出来以后 我们执行一个 longin什么呢 o-u-t走 他告诉iq.session.dstorv 是以noter function noter function啊 我们这里边写错了 d-e-s-t-r-o-y d-e-s-t-r-o-y 写错了啊 这个方法 行这样 你看他才不报错了 对吧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这叫销毁三声啊 重新来一下 然后再重新来一下 你自己看啊 刷一下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login 然后login登录成功 然后返回有用户信息 然后我执行一下 退出登录 叫login out 走 退出登录成功 成功以后 返回刷一下 是未登录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 销毁这个session啊 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这个session里边 常用方法 就给大家介绍完成 介绍完成以后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session 如何保存到数据库 末日的话 它session是保存在 服务器的文件里边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session如何保存到 数据库里边啊 那这里边 我重命名一下 然后我们再 重新来一下啊 就是我再重新来09 行 就这样啊 下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session 如何保存到 这个mogodb这个数据库里边 为什么要把session 保存到这个mogodb数据库呢 来我们给大家 再换一张图啊 再换一张图 就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的话 session是保存到 服务器的对吧 啊 服务器的 那如果我们要做 负载均衡 什么叫负载均衡呢 比如说啊 这个有好多用户啊 有好多用户啊 有好多用户 然后有些用户 他在他在北京 有些用户 他在他在广州 对吧 那比如北京的用户 北京的用户 北京的用户 那我们想着让他 去访问北京的一个服务器 然后中间可能通过一个 Ngix Ngix 就是一个web服务器 那就是北京的话 我们想让他去访问 北京的服务器 然后广州的话 我想让他访问 广州的服务器 那这个的话 你看一下 你同样一套代码 是把部署到 多个服务器啊 比如广州 或上海 对吧 同样一个 同样一个代码 而就是广州和北京 这个服务器 上面放的是 同样一套代码 这是服务器 放的同样一套代码 或者是北京 他有好几台服务器 或者广州 他有好几台服务器 那用户的话 他可能第一次访问 的是这一台服务器 第一次访问 他是这个 这台服务器 然后第二次访问 他是这台服务器 这就是我们说的 负载均衡啊 负载均衡啊 均衡 那如果你用cookie 保存这个数据的话啊 如果cookie保存数据的话 没问题 因为cookie保存在哪 是不是浏览器本地啊 cookie保存在浏览器本地 没问题 那如果我们这个cookie保存数据的话 你要注意 就是他每次访问 用户每次访问这个服务器 他可能访问的是不同的服务器 比如说这广州这个服务器压力比较大 那这时候 NX可以判断压力比较大 他可以让我们访问广州的另一台服务器 另一台服务器 那这时候的话 那这时候的话 你看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用户是一个登陆状态 那你刚才这个登陆信息是放在这台服务器 登陆信息 放在这个服务器 登陆信息刚才是放到这个服务器 然后你这时候你用 NX3负载均衡 动态的给你 把你这个用户访问请求 跑到了另一台服务器 那这时候你这个登陆信息 是不是就丢失了 按照我们刚才设置这个sense的一种方式 所以的话我们要做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sense保存到哪呢 保存到我们这个cookie 或是保存在其他地方 但是我们不是保存cookie 保存到数据库 或者是保存在我们redis里边 或是保存在memor cache里边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也试一下 把这个sense信息 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如果这里边有一台数据库 数据库对吧 数据库它几个是吧 访问的可能是同一台数据库 数据库 如果不同数据库也是一样的 数据是共享的 那就是你看一下 你访问广州的服务器 那它sense放到哪呢 放到广州的这个服务器里边 S1 SSI1 放到这个服务器里边 它的这个senseID是不是一样的 sense就是这个key 我们说的senseID就是key值 key值 用户的key值是一样的 同一个用户 它cookie的一个key值是一样 那你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 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那你第一次访问这个服务器 写在key 第一次访问这个服务器 到NX访问这个服务器 key key的话去数据库里边拿 是吧给你返回 就走这个流程给你返回 对吧 走这走这走这给你返回 那第二次的话 他可能访问的是另一台服务器 走这 走这以后key是吧还是key 他去哪拿着呢 去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拿 而不是去服务器上边拿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我们这个session的一个共享 行那下边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把这个数据 保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边 把session数据 保存到 session数据库里边 这就是用到负载均衡 行你要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我们要用的是两个模块 一个是express session 保存session 另一个是用的 connect mogul模块 connect mogul 那怎么用呢 首先你引入这个 express session 其次引入这个connect mogul 然后再次的话 再引入这个connect mogul的时候 我们给这个mongul star 传一个session 把我们session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那下边配置中级界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下边 配置一个star 表示我们这个session 要充除到哪了 充除到我们这个mongulDB里边 那充除到这个mongulDB里边的话 那这时候你就要有连接 我们这个数据库的地址 就是你要充除到 哪个数据库里边 充除到哪个数据库里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session信息 保存到这个数据库里边 行 那下面我们用代码给大家 也试一下 那首先第一步 你还是要安装这两个模块 我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步安装这两个模块 就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安装我们这两个模块 这个在哪呢 在这 就第一步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叫安装express session和水纳 和我们这个connect mogul 这两个模块 安装的话 那就是这样去安装就行 当然我这里边已经安装了 我待会就不安装了 就是你如果没有安装 你首先安装这两个模块 你看一下我这里边 是不是这两个模块都安装了 mogo 这个connect mogul和水纳 express session都安装了 首先第一步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第二步引入我们这个express session 引入express session以后 你再引入我们这个connect mogul connect mogul 一定要注意啊 这里边引入这个模块的名字 要和这个package.json package.json里边对应起来 package.json里边对应起来 引入我们这个connect mogul 那我这里边的话叫什么呢 叫这个mogo star 然后这里边引入这个时候 要传一个值啊 传一个把我们当期sension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第三步也是设置我们这个中极界 设置中极界以后 那下面的话要注意什么呢 要注意就是在这里边配置一个star sts221 sts221 那行 那我把这个直接拿过来 star等于一个new什么呢 new一个mogo star 然后这里边给它传值 那这里边mogo star里边还有好多参数啊 我们首先啊 就知道这ur就数据库的地址啊 数据库的地址 就是数据库的地址啊 然后我把这个去掉 表示数据库的地址 就这个东西表示数据库的地址 然后这是另一个参数啊 那这个参数我们也可以不设置啊 一会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啊 那这样我们就相当于就配置好了 我们这个呃 就是从出我们这个sension的一个mogo db的一个数据库 行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啊 下面也试一下 那这里边怎么不对了呢 然后我把这个鞋去掉 不能这样设置吗 我们看一下哪里爆出了 哎OK了对吧 OK了行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实现它啊 看之前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块 叫connectmogo这个模块啊 这个模块 打开这个ntmgs.com 然后这里边搜啥呢搜connect的mogo 然后点开 点开以后我们看一下啊 包括在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个express session里边 它其实也提供了就是你链接数据库的一种一些方式啊 就是从处到数据库里边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充足到mogo db数据库 也可以充足到mycircle数据库啊 回头你就找对应的模块就是了啊 行那你看看怎么用啊 首先的话那这里边它告诉你首先啊 什么express 4.5 5.0以上怎么用对吧 然后下边又告诉你啊 又告诉你其他地方怎么用啊 你可以慢慢看 当然你也可以去试啊 那这里边的话 它下边有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有这么个东西啊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对吧 然后这里边有一些参数 你回头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那在最下边的话 它其实啊 还给我们写了个啥东西呢 还写了这么个东西啊 或是它这里边还提供了这么一个例子 那你回头你就慢慢看 看它到底是啥意思啊 那下边我们就直接来了啊 直接来了 那首先的话第一步安装 安装我已经安装完成了 第二步引入这两个模块啊 那我们刚才是不是引入了这个express session 那我这时候再引入我们这个啊 connect的模狗 然后把这个session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那下边的话啊 那就要配置我们这个谁呢 配置我们这个呃 中级界配中级界 你可以把这些参数都拿上 你也可以啊 也可以不用管这些参数 对吧啊 那我们就先放到这 放到这以后 那我下边的话 我们配置配置就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star star等于一个newstar 然后这里边的话啊 那我们歇歇 不管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边有一个叫 叫touchafter啊 一直没弄懂啥意思 先我们搜一下 看这个touchafter啥意思啊 这个ur就是表示 你要把我们谁呢 把我们这个数据 从处到哪个 从处到哪一个 这个数据库表里边啊 数据库表里边 你看这和我们一切连接的数据库 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这个数据库 现在是没有给他设置这个登录 用户名和密码啊 回头设置都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啊 你看他意思是啥呢 就通过这样设置设置这个touchafter 这个24小时表示对吧 表示你在24小时内只更新一次绘画 不管有多少次请求 就啥意思啊 就是你只要设置我们这个属性以后 然后你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数据已经保送到我们这个毛骨DB了 那无论你有多少次请求 他这个数据是不变的 除非什么时候变呢 除非你在绘画的时候又重新更改了我们这个session的内容 他这时候才会改变啊 就这么个意思 行 那我们还是把这句话拿过来啊 啊 拿过来 这就是这个数据 行 那这时候就OK了 OK以后呢 下面我们还是打开我们这个数据库 就你这时候要把这个session输入到数据库 那这时候是不是要啊 要我们把这个数据库打开啊 那仔细看了啊 我我打开我这个数据库 那这时候我执行这个mongod杠杠杠 db pass 然后找到我们这个数据库目录啊 我们连接一下啊 就是开启我们这个毛骨DB服务 开启以后 那我们再开个客户端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猫狗什么呢 猫狗命令来连接这个数据库 连接上以后 我售一个dbs 看一下有哪些数据库 对吧 有这么多数据库 那下边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stilnet里边有哪些 有哪些这个表 所以我用一下 stu dnt 然后这里边售一个c o r e c t o n s collections 走 你发现这里边怎么就多了个sessions呢 然后我db.s e s s i o n s 没有任何值啊 没有任何值 那这个这个表可能是以前创业的 以前创业的 就是你这时候 你看一下 这里边表示你连接我们哪个数据库下边 哪个表 对吧 没有连上以后 它这里边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session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呃 我再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我shop表里边有哪些表啊 我use一下这个shop表 然后db 通过这个db.collections 有这么多表 你看一下 一二三四个表 对吧 那这时候 那我们就换成这个shop表啊 就是你这个连接数据库哪个表 这个你可以随便写 表是你要把这个数据 这个session数据是保存到这个表里边 也叫这个集合里边 对吧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啊 我们运行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我运行 你看一下我们数据库有啥变化啊 我们刚才呃 有这么四个表 这个在这个哪个表呢 在在我们这个shop这个数据库里边 有这么四个表啊 也叫四个集合 呃 那你看一下 运行一下 走 呃 来重新都关闭 关闭 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我看这个端口叫多少 呃 叫 三千啊 三千 来重新来一下 就上面我们只是设置了 我们要把这个session保存到数据库里边啊 来 你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叫三千端口 三千的话 那这时候回车三千 三千未登陆 然后执行login 走 登陆成功 登陆成功返回 走 是吧 你好 这次二二出来了 那出来以后 仔细看了 同志们 我们看数据库啊 走 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多了一个session 这么一个表啊 那这个表是哪里生成的呢 是我们刚才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程序里边啊 我们把这个session 其实保存到哪了 是不是保存到我们这个数据库表里边了啊 保存到我们这个shop数据库 shop这个数据库里边 他自动会给我们创建个sessions表 那就是我看啊 我db.se sion.fi的一下 走 看到了吗 这里边是不是有我们这个数据库保存的信息啊 这就是把我们这个session数据保存到这个数据库里边 就通过这么几步就可以搞定啊 那保存到数据库里边有啥好处呢 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 是不是可以做负载均衡 以前你是保存到服务器上的 以前你是保存到这儿 那你回头你做负载均衡的话 那你比如说 我这个人第一次访问这个服务器 第二次访问这个服务器 那这个session数据是不是丢了 那就是如果我把它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那你无论你访问哪台服务器 他回头这个session数据 是不是都在我们这个数据库里边查 那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session数据的共享啊 行 大家回头自己琢磨一下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会这种配置方法 你也不需要记啊 只要把这个逻辑搞明白 回头看看文档 或者把我这个单码拿过去运行就行啊 行 那这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